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我在此保地下跪 當場下跪 被視為特別是最牛丁子戶 羅姓屋主的房子 25塊無預警被建商拆除 特別肯結 還有柯市長發揮他的高超的智慧 要請求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年輕人一起來努力 順利俱下 向柯P求救 說了好久的房子就這麼突然不見了 羅姓屋主心好痛 很無奈 很可憐 可悲 我沒有力氣好生氣 羅姓屋主的房子屋在台北市丁州路 民國94年開始推動都更 其他的79戶都已經簽下同意書 房子也拆了 只剩下羅姓屋主堅稱新店溪旁有龍脈 從龍口市場到他家是龍腦 旁邊台大還是個龍子宮 專門孕育人才 他就不拆不搬 特首長柯文哲今年6月 還曾經親自拜訪 雙方談了一個多小時 其實不要叫人家龍 所有的案件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要去緩解 這是一個我們在施辦肚燈的時候 面臨的一個問題 所以重點還是SOP重寫吧 少了時間去擺擴大一下 獨干丁子戶突然被拆 偷問者一時也想不出解決辦法 不過對其他同意戶來說 卻是一個能回家的好消息 非常高興 你這個螢幕擋在那裡 那房子又那麼厚 雖然不少同意戶都支持拆掉丁子戶 不過為何敢在中秋連假之前 在羅姓屋主跟北市府都不知情的狀況下 突襲拆房子 鎮上目前沒有任何回應 這裡是陣張曼榮台北老